方老师刚刚看到的是美国国会几个议员公开表态 那这两天美国国会召开香港相关的 这个庞大的听证会 攻防的是香港的民主跟人权的法案 对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是卢比欧 他是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 他非常的关注香港问题 也非常关注台湾问题 我们知道最近有个台北法 也是在他力推之下 包含之前的台湾旅行法 他也是非常积极在推动 因为他对于中共这个政权 不断的在打压台湾 或者打压香港的民主 他是非常的不能用认同的 所以他可以说是非常积极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这个黄之锋 到了美国还有何韵思 其实黄之锋前阵子是到德国去 竟然被受到德国外交部长的亲自接见 哇这个中国不得了了 所以怎么可以这个外长 怎么可以分化这个中国 侵入这个中国内政 可以看出来 现在的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已经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了 一百天之后他转身为什么 走向国际化 我们看到除了我们看到这个黄之锋 到德国到美国去之外 这两天从上上礼拜开始 他们在周末的活动 开始举的是各国的国旗 一开始我们看到举的是美国的国旗 到美国的香港领事馆门口去 跟着香港的总领事递出 他们的请愿书 把这个问题开始国际化发展了 这个其实是中国最不容易看到的 因为当你一个地区性的活动 在我中国内部烧 他还可以容忍 可是当你是诉诸国际的时候 中国一定会说 你看吧 西方列强 帝国主义 要介入中国的内政 你们这些黄之锋 就是为虎作仓 背后有外国人在撑腰 撑腰 好 那我们看到上礼拜 他们到了英国的 速香港领事馆去了 接下来呢 可能下礼拜就是加拿大领事馆 可能就是德国领事馆 可能就是澳洲领事馆 所以他们不断的 透过各个国家的国期的举起来 然后诉诸国际 希望获得国际的支持 那我们看到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美国现在所提到了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什么意思 我还用我美国国内法的方式 就类似我们看到 台湾旅行法的方式 我没办法要求你中国怎么样 但是我可以用国内法的方式 来达到我美国所期待的一个做法 例如说 未来的台湾北保证法是说 只要台湾的邦交国 要跟台湾断交 美国对这些国家 就要可以实施制裁 等于美国是间接的 帮台湾维护邦交 那台湾的这个 香港的人权跟民主法案 什么意思 其实在之前 月位9号反送中央运动开始之后 美国的众院院长裴洛西 就已经公开说过 我们要推这个法案 其实说未来来讲 如果你中国 你把香港的民主 搞到后来变成一国一制的话 我们就要把目前 我们对香港的在经济上 在这个税收上的一个 差别待遇把它取消掉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现在 其确是对于中国 跟对香港是两套不标准 包含在智慧产权权方面 包含在关税方面 包含在很多的金融的 互动方面 它都比较宽松 因为他们认为香港 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独立的经济体 你有独立的法治 在一国两制之下 你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可是当你今天中国 要把香港内地化 把香港变成大湾区化 把香港变成 所谓的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 基本上变成中国一线城市的时候 那我就要对香港 也要采取相同的态度 就不能再跟中国 这个内地是不同的方法了 所以这个东西让中国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很多有钱人 在钱在哪里 香港啊 香港可以说是 中国富豪长情的天堂 也可以说是 中国富豪洗钱的天堂 我们看到 连习近平的姐姐 习乔乔 跟他的老公邓家贵 在香港都有 非常庞大的房产 今天如果说 我真的把香港 变成跟中国 同样来看待的话 那可能他们的这些财产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香港的法治 如果未来也不存在的话 那更是影响重大 所以我觉得 这次中国 美国一样用这个方式 来告诉中国之后 你要是可而止 你不要在 在这个香港问题上 不要过激 甚至你如果真的 派这个武警 从这个申俊 到了香港来之后 那很抱歉 我们这个法案未来 如果这个通过之后 因为我们知道 他现在已经 在18号就已经排入了 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了 然后接下来 闪完之后 就要送到参议院 因为现在是在参议院的 外交国际关系委员会 然后完了之后 就要进入参议院 参议院完了之后 还要进入众议院 这个东西 然后川普签署之后 他就正式生效了 那作为这个法律的话 他的整个的 法律程序完备之后 美国就有依循 有这个依循 依照这个法律 我来对中国要求 你要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 美国现在是加快力度 整个参议院 完了外交委员会 或者送参议院全院 完了再送众议院 这个过程是 快马加鞭的来做 那我必须要讲 这个东西其实 对中共来讲 可以说是在香港问题上 他有一个 美国等于有了一个 法律的武器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中共来讲 他就紧张的 所以我们看到 而且这个东西 可能变成川普的薪酬嘛 如果国会加快通过的话 那10月份 或者10月份以后 川普签不签 用不用 什么时间点用 可能变成川普跟中南海 在贸易战攻防当中 新的王牌跟筹码 对 他就赔成美国的 一个新的武器 其实我觉得美国现在 很多的做法就是说 透过国内的立法 来作为制衡中共的 一个工具 包括我们刚刚谈到 从台湾旅行法 他增压就是说 未来台美之间 高层的护防 会不会能够更加的方便 更加的正式化 可是我们看到已经有了 包括我们看到前阵 我们的国安会的 秘书长李大为 就到了美国的这个 华盛顿 见了谁 见了普顿 就国家安全顾问 最近被换掉了 对 但是这已经创下了 台美最高的记录 因为国安的高层最高记录 那这个如果OK的话 那未来美国就可以说 我按照台湾旅行法 我甚至可以邀请 蔡英文到 美国华府来演讲 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国会 也是鲁卜悠这些议员 他们所提出来的提案 希望美国的 裴洛西众议院议长 邀请蔡英文到华府来 到国会来演讲 这会不会可能成真 因为我们看到 最近我们台湾 跟索罗门群岛断交之后 美国国会议员 也是统统站出来 支持台湾 所以如果美国这次是觉得 很丢利 所以可以说是 被中国打了一巴掌 因为索罗门这个事情 美国一直立顶台湾的 好那现在来看就是说 未来来讲香港问题 一样当他法治化之后 的确会成为川普 在对抗中国 或跟中国叫板的时候 一个非常有利的筹码 对抗中国的